第一次知道叮当是 相信唱片的同事跟我说 他们最近签了叮当 我说你签了哆啦A梦啊 小叮当 因为这名字很有趣 然后刚好好像那阵子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觉得好像感觉圣诞老人来了一样 响叮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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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来听了叮当录了歌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女生感觉起来 好像感情有很多的历练 如果无缘无悔的洒脱 是你要的自由 这女生应该是历经的沧桑 唉 感情应该很多的波折 才能够唱出这么感人的声音 等到我叮当 邀请我去 要参加她的演唱会跟菜牌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她 我看 诶 她是个小女孩 然后 为什么她唱歌的感觉 这么的深刻 这么的有感情 然后我一开始觉得 她这么娇小 为什么她声音的穿透力这么强 所以我就觉得 她唱歌的时候 她是用生命的光辉去唱的 她就是那种掏心掏肺的歌 我觉得叮当 一定可以 越来越棒 越来越厉害 她也不远 她会 אח 对